大家好 歡迎收看馬迷早晨的環節 星期四這麼早跟大家說 就是接下來星期日跑十場草泥地賽事 記住頭場是泥地 也有直路賽所以應該不會壓地 B加2跑道通常步速時間會偏快 因為彎位順 但不代表快步速 不過有利於跟前的馬 後上馬除非很軟 否則很難追到 當然不關淪水時 天理也有關 近兩天就無無魚 但未來星期日又會變回好天 大家要注意 還未說之前記住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鈴鐺 下載堅持採訪app 有頭場兩場早餐賽事 你想中到昨天的黃金風速 或者第三場原來電訊飛車 咦?我也有 記得追蹤IG 就可以看到了 馬上帶大家看看 頭場的早餐賽事 我們究竟在泥地賽事的馬裡 我怎樣排序呢? 為什麼黃金風速 擺頭上次輸了? 其實大家看上一集就知道 有時就是這樣洩步速的東西 至於為什麼石哥電訊飛車 這些沒有賽職你都會貼 但是又會贏掉 這些太過複雜的 就有時間做一些新世紀速品賽事 再慢慢解釋 好了 跟著我們現在頭一場 就選第一選是這隻日獎 日獎是處理馬 今次戴了個眼罩 那是否代表可以呢? 我告訴你不一定 不過呢 他會有捕捉給他追 泥地是否你追 所以有時都要看看 那天的場地是否乾快 但是呢 大家記住 灑水就可以去水 但是泥地是沒有辦法 好像草地那樣 淋濕了就是淋濕了 他會吸水的 不是說你立刻拿個風筒去吹一下 地下就會乾 當然你可以審一些木薯粉 那些 不是食的那些 就可以令到場地會鬆拋拋 拿泥車再翻過 就會比較鬆一點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這場王志宏 即是馬房的徒弟 他那隻 都會製造到一定的報酬 不是說什麼陰謀論 而是同場 有隻洪運派在外檔 咳過來 為了頂住他 不要讓他放頭 證明泥俊 很大機會就會早段推 一推兩隻一起放快 有報酬自然都來到日日獎 所以就選了他做第一選 戴了眼罩 這些馬其實泥地 就是唯一上名路程 不會不行 而且他那些對手 當時是在四班 即是歐牙威威 顏色王子贏到三班 所以現在五班 其實很容易贏 有報酬就可以了 沒有報酬很厲害 都很難追 不是經常都沒有報酬 都會好像超超比 或者是極速奇兵 追到的 第二選 快報酬也不代表一定會放斷 精明泥俊是其中一個好例子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你會說不是 之前不快報速 57秒半還不快 光連80沒有斷 你那隻斷得掉 斷還斷 什麼時候斷和怎樣斷 大家經常都要記住 這個步速裡面 怎樣斷和什麼時候斷是很關鍵的 到最後 1150米才被人過 你說其實沒有1200米 跑1200米便死了 終點前被人過 不是的 因為當時是四班 第二就是當時120磅 現在你雖然多了5磅 但你的對手差了很多 有沒有那麼多隻被人超越 所以不一定 他有時快放 場地離放 可以不掉 當然你要猜他跑泥地行不行 但其實又是那句 你知道我知道 你猜連馬斯知不知道 他不會對你聽 他試一下 試一下你覺得方仔 女師傅的馬房 那麼容易會借見習生給你嗎 不會的 他留你自己的容帽 是否傻 你看風中勁蟲又不見留給人 所以精靈勇俊這些 除了做步速之外 都真的有機會馬房 Q位置Q一Q翻 昨天那條就差少少 大家記得頭場 黃金風速和赤子雄心 又是方家拍攝 馬尾早晨也有給大家 結果放了邊線配具 國大俠放在中間 差一條頸 有時按上按下 沒有辦法 但是精靈勇俊 屬於快放不斷的馬 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至於你說泥地行不行 我也是相信 我也是相信 練馬師的專業眼光 所以股是可以的 股還股都要有賠率 如果大熱門 當然是買一日獎 另外就是快放也曾經試過不斷的 紅銀派彩 人家剛贏過泥地 石哥的馬不會得到一鋪 又說背多一磅有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他吃多一磅 或者多一磅 其實不是一樣 最重要是什麼 是檔米 這次外檔了 裡面會有精靈勇俊頂他 會不會鬥消的局面 這個就是他可不可以連接的關鍵 有時馬到五歲大熟 他會越贏越易 大家不要覺得下風馬房 就反而沒有連接馬 有時減得分夠多 一起就會連續贏很多場都會 石哥不是沒有連接馬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獅子花都是石哥的 五win 又好像那些我為你 贏得你不信 至於 不是獅子花好像蔡翰 還是有另一隻獅子花 這麼大名 不是很記得這隻馬的名字 很多年前 我記得蔡翰有一隻 也是這麼大名的 戴勝旗 那隻沒那麼厲害 沒有連續贏五場 至於東風不講歷史 講歷史幹什麼 放下舊史 我們要看新的 現在講東風一號 這隻馬其實你看同程 他跑過三次 相當準 其實他沒有掉過前五 而且他那個第五 那次都是輸萬步速 輸了兩個馬位 當時大熱門 就不夠最多寬笑 創其積和佳磚三跑 但佳磚三和創其積已經一再證明 是能力 有能力贏的馬 所以東風一號 他再輸多次比最多寬笑 而距離收窄了 並非純因為檔位變好 這次的副榜不再是一三一 只剩一二五 其實他是繞了一個圈回來的 上次那個草地輸到最後 來抹了他 因為他其實草地都不是他擅長 你可以說他跑泥地是會好一點的表現 所以這次連馬斯都正頭正路 放在這裡 你看神操有沒有缺貨 雖然我會覺得略為有缺乏操練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這款 我建議大家可以換後面的閃尿威龍 至於為什麼呢 我們去廣告回來再繼續說 閃尿威龍這隻馬 其實你看看 嘩 沒有上個名字 為什麼你放第五選 你傻了嗎 你傻了嗎 你傻了我還沒傻 看看這隻馬 外地跑交沙地 贏過也入過Q上名 他贏雖然贏頸 而且是偏中距離的馬 即是1300至1500那些 你跑1200略嫌短 所以連馬斯有見及此 都比他大個眼窄 但是大家記住 這些是一班賽 外地怎樣炸都好 一班賽都沒有理由是香港的五班水準 同不同意 而這隻馬其實沒有傷患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不喜歡 沒什麼粗年的東風一號 撇除他的賽職 你想搏一下冷的 可以試一下閃耀威龍 這兩隻其實差不多 你問我 如果他真的有十幾二十倍 我會建議你試一下 如果你說不是 都是跟東風一號一樣 都是六七倍 那算了 你選東風一號 我情願選一隻準 如果一倍一樣 情願選一隻準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這隻 這次上次已經戴定眼罩 也是那一招 這次你看不到他更改配備 因為他直接跑過去 沒跑過泥地 又是你那一句 你不知道他行不行 而且試過泥閘不行 很多人因為這種形式 試過幾次泥閘都不行 畫了他 那你就錯了 別人外國 又外地贏過 有膠沙地 還要一班賽 你猜那些馬 水皮嗎 所以可以的 而且粗連 他遠比東風一號 對板很多 另外一隻就是富全大師 我們先把東風一號 駁一駁 單車變摩托 不一定可以 不過試一下吧 富全大師 反正頭場五班 泥地沒甚麼所謂 只有兩場泥地 一頭一尾 沒甚麼參考價值 富全大師這隻馬 是同場兩邊的馬匹 現在減分到新低 潘頓奪尼奇 其實雖然我覺得 是會背到飛 而又不一定贏 他自己是不值 但畢竟是贏過的馬 你不要太過抹殺他 因為他之前 百多日前 其實那些是譚 沒有譚 他的評分反映 上次輸給魅力一丁 全程路通 不是很差 如果大家有留意 這次是衝出的 隔了九天 而全程路通 後來這個第二 是立刻保重的 即是說甚麼呢 這場五班 有些水準 有些料到 所以 他又不報千死 或者不等 試完閘回來 搬到拿來站 不要太過看死 可能他是大熱門 不過七歲馬 只有兩邊 初跑來地大熱 我會說不值 如果跑草地 一定要貼 在四選 泥地可以試試飛 至於飛躍精英 看看是否我看錯 說真的 大家都未跑過泥地 為何閃耀威龍 是冷門 你是熱門 不應該 就因為你兩邊 不可以這樣 大家都要想一下 直撥問題 至於飛躍精英 這隻馬 上次萬放都輸 你只能夠買它 落了班 會有好表現 和泥地比較適合 它沒有跑過泥地 所以大家要猜 它的泥地性能如何 不過這隻馬 曾經在試襲泥地 有一些比較好的走勢 和漂亮一點的時間 1分09秒幾 不是太差的 在泥地裡面 不過 你說是否很快前速 它又不是 要些檔位幫它 這次剛剛好 很漂亮的檔位 不過梁家俊不要 我便 抱歉 我便有點戒心 所以沒有選它 上次楊明倫 不過楊明倫 上次又不是其他差 放慢放是它厲害 這次檔位好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但你說WIN 我就不選它 賺滿步速都不贏 紅運派賽 這場一定是快步速的 就算是萬步速 都是紅運派賽贏 神經病 人家贏過 上浦精選 這隻馬 為何要放在邊線馬 因為我在想 練馬斯一再布泥地千二 上次的頂頭錘 就退出了 你看雙眼記錄 不是 左前腳不良於行 不是頂頭錘 左前腳不良於行 就退出了 但你看操練上 它沒有說 1月7日後 休息整個星期 不見了人 它就沒有這些 它純粹是退出之後 隔了一天休息 然後有恢復度步 而賣門的試習 快跳功夫 全部都很齊整 所以這隻馬五歲 你說減夠分 其實上次谷草千二 輸給九秒九前鋒那次 都已經減夠分 晉神剛剛贏了 還要十二檔 當然是報名發揮出色 但是大家想想 這一場後上馬是吃虧的 所以晉神才贏到 我都有貼前鋒 不過前鋒 蔡明少騎得很差 進到直路 拉到馬不平衡 不是說他拉馬 是他平衡不了馬 馬不斷想叫進去 他應該一早煽定出來 會好些 但沒辦法 有時候形勢所限 但上鋒精選 同樣在那場 都是屬於蝕的馬匹 當然怪獸豪俠那場都是蝕 但是回來下次 他轉了路程 改了距離 又改了跑法 落敗都是兩個半馬位 不能太作盡 不過他表現也不算太差 所以這隻上鋒腹精選 大家都可以想想做邊線腳 他都是屬於有能力的邊線腳 而且一定是冷門 位置Q有時候走進來 挺好分 先到廣告 回來再講兩隻沒有貼的 田太安座橋 還有一隻我認為可以畫的 神行百變這隻馬 你說跑泥地不行 包尾為什麼都要呢 這隻馬 初戴了眼罩 這隻馬就太急了 其實競賽事件的報告 都有問過這個問題 問過神行百變 坐騎出閘迅速 練馬師蘇偉賢 當然滿意早轉形勢 採取領放的策略 其實你看時間 他沒有放快 你對比當日同日 其實四班千二 反而是快放的那一場 所以這場 他慢的標準時間 頭兩段 都是屬於慢步速賽事 慢步速都放不到回來 還不畫包尾 有時候就是坐跑馬 就會這樣 而且大家看看 包辦三甲馬都是後上馬 不是說慢步速就一定放那隻 是虧損了 有時候大家走外碟 你有沒有算 現在的磅 又比當時輕7磅 這個10磅 這個10磅雖然都是差 但是四歲馬會進步 我認為不可以飛 你不可以抹殺它 等等我以上講的因素 譬如減7磅進步 或者適合跑法的可能性 不過依然都是屬於很下風 所以就不選 至於石師傅 這隻雖然整天都包尾 亦都輸雙位數字 不過 都是那句 它沒有跑過泥地 你不要畫它 這些是 如果爆冷 它是屬於有可能爆 或者它泥地很厲害 沒有人知道 即是沒有人知道 不過 當然你純粹看表面賽職 它當然是應該畫 這是同意的 但在這個景地 我就不會太過看低這些馬 因為這組實在不是很厲害 如果這組有三四隻很厲害的馬 這些我可以放心畫 至於順利取勝 這隻馬真的可以畫 雖然大家都跑過一次泥地 但是雖然五班這隻草地千二色 贏了騰飛塔的馬 好像很厲害 贏過我是你 但是 那時候在蔡若翰 蔡若翰都不要的馬 你覺得廖康永連馬 會比蔡若翰厲害 沒有理由 看Win數都知道不是 所以 這些馬 我認為 它當然是有些問題 其實你也看到它發出異常呼吸星 在12月20日 我想 它發出異常呼吸星之後 出賽 雖然快跳科技正常 但是一間名校都不要的學生 照計就沒有什麼質素才會 所以沒有太過憧憬這些馬 可以在別人手上要厲害的賽漢贏 非常之難 好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馬尾早晨 稍後還有第二集的馬尾早晨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追蹤我的IG 如果有IG的話 沒有就自己下載 人大了都要學習怎麼用 不要問我在這裡 post那些IG的心水給大家 這樣都懶得 我這麼辛苦 看那麼多長馬 放在IG上 為甚麼呢 人要與時並進 不過你看台 都已經進步了 起碼不會只拿著報紙 還在用報紙 畫紙上賽跡 懂得下載堅仔 一些大首星跌雲數據 你都看得出 你就已經有進步了 所以學一下怎麼用IG 如果沒有的朋友 追蹤一下 希望可以幫大家更多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